嘿,欢迎回来,我是Lina 哇,这个出来很有意思 你看,tiny house 就是我们说的迷你屋 最近真的相当的火呀 就是最近这一两年火起来的 然后火变了我们这边 欧洲,美国,加拿大,澳洲 现在连日本都火起来了 所以呢,在亚洲 你也可以看到就慢慢火起来的 这些,我们叫 异形的民宿,因为它不是 通常异上面的家庭屋 来做的民宿,你是不是 也想打造你的百万美金 Airbnb短租事业呢 我偶心力学为你制作了一个 超赞房东的电子书,链接 就在我的内容栏里 现在还是免费的赶紧去领哦 好,那我们进去看一下它的屋子的 这个照片啊 你看,手图就放到了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集装 箱改造的一个房子啊 它居然做成了超赞房东 所以你不要觉得好像民宿一定要 就是包装的天花乱坠 就是很奇奇怪怪的 花大价钱去做的一些设计 其实不一定 那你看一个奇思妙想 它把这个 装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 集装箱 然后挂上一些户外的一些装饰 就把它做成了一个旅游要用到的 就休息的地方 它的室内还是走的就比较简约的 这种年轻 年轻喜欢的这样的一些风格 主要是以石青 白色和一些黑色金属物 作为点缀的这样的一些装饰 非常小 但是也很干净 但是它最大的卖点 你看啊 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户外的活动空间 这也是tiny house 这种迷你屋吸引顾客的地方 因为它有很多的这种活动空间 所以即使它就是睡觉的地方 或者是这个洗浴的这个地方 非常的狭小 但是因为它有户外的活动空间 所以大家住个一晚上两晚上 其实也无所谓了 它其实麻雀虽小 一应俱全啊 里面可以看到这个 卫生间冲凉房都有 这边是卧室嘛 日本我不得不说 他们的确是利用狭小空间的典范设计 有时候看得出来 它很小的小空间里面 就是变变变 就变出了很多的使用场景 这个真的是作为 怎么讲呢 我们这个专业啊 就是室内设计师也好 或者是室内造型设计师也好 你都是我们特别喜欢的很多的日本的例子 那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你看一下 Airbnb上面或其他的一个租赁平台上面放出来的这些房源 你就可以有很多的想法 把它落实到你自己的房子里面去 这个非常贴心的是 它有两张照片 一张呢 是全部打开的这个通风的这个照片是什么样子的 另外一张呢 就是全部合起来以后是什么样子的 哇 你看很有氛围感啊 氛围感拉爆了 现在就说明你看啊 远处也有这个 这个就是正常的这种家庭屋了 对不对 一户建的啊 在日本 那这个地方其实他要告诉你 也就是都在一个安全的居民区 所以你要小心看他照片透露出来的很多的信息 那在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告诉你 哎 其实我在这个安全的居住地区 也可以有一个非常奢侈的户外花园 我觉得这个是很不错的 你就可以有一个场景感啊 这里放一个人两个人或者一群小朋友 这里有一个小椅子很可爱 然后围在这篝火旁边谈天说地的 晚上弹弹琴啊 弹弹吉他呀 唱唱歌呀 哎 就可以过去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细节照还是蛮好的 你看刚才说的那个篝火上面 他就给了一张镜照 哎 这里又说到一个小tip 就是说你如果有一些活动的照片的话 除了给一个远景照 中景照 最好还要给一个细节的照片 这是另外一个角度看过去的 其实我觉得呢 这一个房子很有可能 就是这家人他就住在这个地方 他就把他户外的这一个场地搭建了一个mini house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把mini house在Airbnb平台上面放出来 作为一个业外的收入来源 其实想想还是挺香的 有没有 你都看到这里了 就赶紧花两秒钟点个赞 关个住 日本的冲水马桶 电子化的冲水马桶 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一个小小的mini屋哦 它里面的设施其实还是非常高级的 所以他要让你知道你体验的这种感觉一定是高质量的 而不是廉价的 所以这一点就是通过设施呢 来提高这个租客或者是客人住宿的品质感 这里我说了一应俱全的设施 还有空调 甚至给了一个洗浴装置的这样的一个标配的近景特写镜头 我觉得这个是想的很周到的 就会告诉客人 比如说我现在要订房 那我就OK 他那里什么都准备好了 很贴心嘛 我什么都不用带了 而且最重要的 你看他给了一个什么标题 可能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忘记了下面这里啊 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学员也会忘记 在每一张照片的下面 你其实是要放一些标题的 因为如果你是国际的这个游客 到你这个地方来住宿 最好就是全部写英文 你看这个地方用的是Organic Soap 就告诉你 这个是一个绿色环保的洗浴用品 你可以放心使用 而且同时也把这个环保概念一带进去以后 这个mini house 它的整个mini屋的这个品质感 瞬间就往上了 瞬间就往上了 所以就特别好 我觉得他这一个做的一个户外冲凉房 那他这样子的话就会提供两种选择 刚才看到了里面其实也有一个冲凉地方 然后外面有个冲凉的地方 这样我觉得还蛮灵活的 因为第一个呢 如果你是多个人 不是只有两个人 而是三个人进去 四个人进去住的话 那他可以同时进行 这样的话人数多一点就代表着你每一晚的进账会更多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想法是非常好的 而且还有一些日语的本地的这样的一些观光啊 或者是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就备注 说明这个超赞房东他都是有道理的 他之所以能当上超赞房东啊 就是很细心的给他的客人服务 就是设身处地的往他们这个方向去想 他们需要什么 那这个地方呢 你也可以回问一下你自己 你是否做到了你的客人需要的这些东西 所有的在平台上展示出来的这一个信息 包括图片 包括我们可以开始看到的这一个是一个写出来的手册啊 你看你要你要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些手册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贴心的 OK 那今天呢 我们就说完了这么一套迷你的小房子 在他的这个庭院外面搭建的一个迷你房啊 那我觉得整个说实话 他的超赞房东用了很多的心思 做出来能够租到一天晚上能够租到80美金 他的原价是差不多90美金 还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他空间毕竟就只有那么小嘛 而且开始说了 我们从图片看得到 其实是一个自家外面的空地搭建的一个迷你屋 那真的如果说每天晚上有你看79啊 就是80来我们简单的做一个计算啊 如果说他每晚是80美元租出去 如果说我们算一下50%的空房率 那么也就是说他一个月15天能够租出去的话 那一个月下来就是1200美金这样子的一个业外收入了 当然这个不是他的纯收入 是他的营业额 但是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觉得 这样的一个小的idea 小的这个灵感 是不是也可以在你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实施了呢 我偶心力学为你制作了一个超赞房东的电子书 链接就在我的内容栏里 现在还是免费的赶紧去零哦 在我的这一个电子书里面呢 我就给你讲到了这一些大的步骤 如果说你按照这个去做的话 应该会达到一个很好的结果 如果你还不是太满意的话 那么Lina也会有一对一的专人服务 那么这样子的话我就会根据你的具体情况 给你争断你的问题在哪里 就像你的房子医生一样 因为我们最终都是有一个目标 就是要把你的Airbnb短租民宿房 把它用高单价 然后快速的出租出去 然后收到盈利 在这个短租房的列表里面 Lina会告诉你非常多的Airbnb的干货知识 赶紧订阅 希望下次看到你哦 Bye